然后旅长说没关系按照程序走吧 按照程序走 因为我说报旅长说不定不是逃亡 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 去玩水或怎么样 我们早上就说你怎么这么确定 那我总不能跟旅长说报旅长 我突然间惊鸿一瞥 看到我的营党室门口站了一个人 全身丝临临的 我也不能这样讲 我说报旅长 我因为他家住在大包西附近 我有不好的预感 那旅长说好吧没关系啦 那我们就按照程序来报 旅长人对我还不错 一天没有找到 一整天没有找到 当天晚上 我就跟这个二连联阳说 我说 叫班长回来了 不用待在那边回来了 这个如果 反正已经抱现兵队了 林通报也发了 希望不是我的 这个不好的预感 然后这个联阳说好 我说那另外今天晚上 小陈的床 小陈睡了一张床 你们叫上铺的弟兄要注意 他要注意什么 我说没有没有 就是提高警觉 最好的话就是把那一张床 空下来 叫弟兄睡了那张床 睡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军中的床 一张床是四个 是四个人可以睡 我说那张床就空下来 不要睡人 把人都调到旁边的空床回去睡 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说不定 这个会有奇怪的事发生 这林扬摸着头说 不好意思 为什么说别问 做就对了 那当天晚上就把 这个几个弟兄就 移到别的床 小陈那张床就空下来 就把他空下来 然后 已经调整了 然后可是呢 有一个弟兄晚上占卫兵 晚上占卫兵 占卫兵 占完卫兵之后回来 人的习惯很奇怪 还是回到自己的床去睡 本来是 一定要把他调整到别的床 那因为占完卫兵回来 很晚了 他又回到这个床睡 挂了文章又睡 然后睡到半夜 突然间站二连发生了非常非常可怕的尖叫声 一个阿兵一个男生突然间哇大叫一声 哇 这个声音 整个整个走廊都听到 我就敢开灯跑过去 我说哎干嘛 为什么大叫 看到一个士兵坐在床上两眼发指 然后一直发抖 我们就问他 你干嘛 发生什么事 这个弟兄说 报告 报告 那小城回来 小城回来 我说小城回来很好啊 我说回来了 那赶快我要打电话跟 吕布讲 人找到了 回来了 撤销理应通报 那这位士兵就讲说 不不不不 不是人回来了 是 是 是魂回来了 我说 为什么是魂回来 他说我 赞我卫兵以来 赞我卫兵以后 我要回来睡觉 那他就睡在小城的旁边 两个人是同铺的 睡在小城旁边 他刚刚躺下来的时候 他就往左边一转 就看到小城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躺在他自己的床上 然后那个 全身湿湿的 湿噜噜的 然后呢 他很清楚的看到 小城的头扁了一块 扫了一块 他说听到 看到那样吓一跳 然后尖叫起来 然后我说 他睡哪里 他就睡旁边 全寝室灯都开了 然后摸的那个军毯 没错 是湿的 军毯湿如湿的 湿湿的 还有一些水澡 有点水澡 然后搞得人心慌慌不敢睡啊 我就跟连长说 我说连长 这个床今晚就把它拆掉 放回储藏室 把它收掉拆掉 放到储藏室去 重新组一个床 其实我这个做法是为什么 为了要安心 要让 寝室的阿兵哥安心 否则这谁敢睡觉 阿兵哥这个部队中士气 士气一垮 那兵都不能带了 把这个床拆了 连夜几个人拿着螺丝板锁 把这个床拆了 送到储藏室 储藏室重新拿一个新的床出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哇就看这个第二年的弟兄都双眼无神 一晚没睡好 正在早点名的时候 县民队就来消息了 就说找到 找到小陈了 当然溺斃了 已经溺斃了 人的呢就在大爆心 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是溺悦 那当然是跟溺水有关 跟危险水域有关 以前在部队 我每一次休假的时候 都会讲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不要到西边 不要到河边 不要到一些 没有救生员管理的水域去细水 为什么 因为怕阿兵哥发生溺水的意外 那么通常我们以前在部队里面 收假的时候 我们主观都会非常的小心 因为会让很多 会让很多的主观在收假的时候 怕如果阿兵哥没有回来 或发生危险 那会我们不好处理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 很积极的来宣导 让大家更感受一些 安全的一个收假的状况 那么我们有 我们站在这个 单人战车营营党的时候 单位总共有四个连 那每一个连大概都有将近一百人 所以一个连长大概 加上营部连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个营 全营大概是五百人 将近五百人 每一次在礼拜天 晚上收假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集合厂 把所有单位的人集合起来 然后做点名 点名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再回去 做任务分配 然后就请 那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 在某一次 七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收假的时候 然后我请这个 负责执行的连长 来做回报 人家说 报养 全营到齐 没有问题 都收假完毕 那是心中一个大石头 就放下来 为什么 全部到齐 全部到齐 就没有为安事件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我讲完之后 我就通常我会抽一个营 抽一个连队 我会抽一个连队 然后我来点名 因为怕有的连长会痴暗 有人没回来故意包屁 所以我会抽个连队来做点名 我就这就抽了一个战车的第二连 我就点名 点名的时候 点到第二名的时候 第二元 我就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呢 通常我点名 营长来点名 弟兄会很大声的打右 会举手打右 我点到第二名的时候 这位弟兄姓陈 我就叫陈某某 点名的时候 他那个右的声音 感觉很闷 我一般阿兵哥 军人打右是 呦 很大声 这个打右就好像是 呃 很 好像是在一个 一个塑胶袋 或者是在一个水缸 或是在一个那种地方打右 那个右 好像很闷 呦 呦 这种声音很奇怪 我说 诶 我说 弟兄 是在外面玩太累了吗 怎么这么没有精神 我再点了一遍 陈某某 呦 就好像这种 好像在一个水缸 或者是在一个 一个茶杯里面那种打右 呜的那种声音 我看了一看 我心里想 可能阿兵哥在外面玩太累了 我就 我说 呃 下去早点休息 不要这么累 然后点完名之后 没有问题都到齐了 那我说 好连长 部队带回 好好休息 明天还有操课 那我就认为 大概就没问题 所以除了那个弟兄 怪怪的之外 应该没有任何重大的状况 到了第二天早上 早上早点名的时候 我还到 各连队去检查了一下 没有问题都到齐 然后我还问了一下 赞二连长 我说连长 你们那位弟兄小陈 昨天晚上打右的时候 没有什么精神 没有什么精神 你再去多关注他一下 不要让他在操课的时候 精神恍惚 然后产生了维安事件 我这个事情 你要好好注意一下 这个连长交代你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连长就说 哎 报应长小陈 我说对啊 随往点名的那个啊 小陈啊 这个连长就说 报应长 小陈还没休假 他在休假 我说他在休假 他说对啊 他休到礼拜一晚上才休假 那我说 那我昨天晚上点名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吗 这个连长就不太敢讲 报应长昨天点名很正常 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啊 我说我就看到这位陈某某 你们叫他小陈的这一位 达佑生非常的非常的很奇怪 好像是闷在这个水缸里面达佑一样 我说他不太对劲 他没有 不好意思啊 他没有休假 他还没有休假 休到今天晚上 我就想 哎 是不是连长吃烂 因为以前很多的连长 因为怕有弟兄没有休假回来 然后被营长折备 所以他就 先行联络弟兄的家里面 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确定他安全 就帮他补一张价单 我就跟 我说连长来 你把小陈的价单拿给我看一看 我看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在部队这么久 如果是正常休假 每张价单都有流水号 如果是正常休假 一定是一张接一张 如果是补上去的 那流水号绝对接不上 我就看了一下 没问题啊 他的价单没有错 就是休三天假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一休三天 那我就想 那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是 是谁 点到的是谁 好 那里面说 不好意思 没有没事了 那你想想太多了 好 那既然这样子 太好了 太好了 反正安全 到礼拜一晚上 然后礼拜一晚上 不是大部队收假 是一般的补假的弟兄收假 所以就不用集合 那到了晚上十点多 我正好洗灯准备休息的时候 这个战车第二队连长 来跟我敲门 我说谁进来 报应长 我连长 我二队连长 我什么事啊 请说 他说 报应长 小陈没有回来 哇 我就 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我说没有回来 有没有联络家里面 他说有 我们联络家里面 家里面说 他中午就出去了 他中午就出去了 说要休假 然后 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说他家住哪里 他家住在三峡 他家住在三峡 我说派一个人 我们在虎口 我说部队在虎口 我说赶快派一个班长 到三峡 他家里面去 去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如果到明天天亮 都还没有任何的讯息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程序 向上回报 说有一个人欲加未规 那这个连长说好 报警长没问题 那我说好 赶快去 赶快去 这个 去去去 阿兵哥的家里面看一看 不要紧张 注意安全 不要说一个人 没有回来 派出去的干部又出事 那不是很严重 然后这个连长说好 报警长谢谢 那我知道这个连长心里很紧张了 那我还打电话给 我们的旅长说 我说报警长 我说我是 我是战车营营长 我们有一个部队 我们战二连有一个兵 今晚要收假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然后跟家里面联络的话 家里面说他已经出来了 他人已经出来了 中午就出来了 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到部队 三峡道湖口要多久 这没有多久嘛 如果中午就已经出门了 到了晚上八点钟 你一定会回到单位里面 况且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我说我们已经派干部 去家里面了解了 然后明天早上如果再没有回来 我再跟旅长来回报 那我们旅长人也很好 好好没事 不要紧张 这个去了解一下 尤其是晚上出去 找人的这个班长 要注意到安全 我说好 那我电话 跟旅长回报完 电话挂掉以后 我就心心想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可能是火车误点 或者是在途中 遇到了什么朋友 可能耽搁了 我就安慰自己 不会有事 那我就上床睡觉 就上床睡觉了 那当天晚上 夏天 七月份的夏天 应该是在湖口 我银长是没有冷气 银长是没有冷气 相当的热 天气非常的热 我就开了电扇 吹着吹着 到了晚上一点多 我突然间觉得 变凉了 变冷 我打算起来关电扇 我就从床上起来 打算来关电扇 在关电扇的时候就发现 银长的寝室 外面是银长的办公室 我就透过沙门看外面 我的银长是门口站的一个人 站在门口 那我就在想 是不是找到了 是不是班长找到这个小城了 来回报 我就隔着沙门说 因为我穿的睡衣嘛 我没有穿军服 穿的睡衣 因为睡觉 我就隔着沙门说 门口谁啊 我说是找到小城了吗 是找到小城了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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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要回报 那我就说 好 等一下 我说银长穿一个衣服 我出来 我就穿了衣服 推开了我寝室的人 到办公室去 灯一打开 门口没有人 门口没有人 那我就马上按了这个 战情关的这个电灵 叮咚 战情关 报警长什么事 我刚才在银长门口 站的是谁 门口站的是谁 这个 战情关说 报警长 没有啊 因为战情关的 战情室就在 营长室的正对面 所以如果 营长室门口站一个人 战情关一定会看到 我说确定吗 我说刚才我 看到门口一个人站的 要跟我报告什么事情 他报警长 没有 我刚才 一直 很专注的在 直战情 营长室门口没有人 我确定 然后确定 我说好 有人的话再跟我讲 我就回到 把灯关了 回到寝室里面 然后回到寝室里面 然后就想一想 可能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什么 看昏头了 怎么样 我躺在床上 躺窗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这门口一定站的一个人 我的门口站的一个人 为什么 我不但 感觉门口站一个影子 而且 那个门口的 这个 有滴水声 大 大 下雨了吗 是下雨了吗 我还打开窗户看一下 我没有下雨 可是我一躺在床上就听到 有那个滴水声 滴 滴 滴 就是这个 全身湿漉漉的在滴水的声音 那我就 心想不妙 心想不妙 我就 也睡不着了 我也睡不着了 我就坐起来 坐起来 我就穿了 衣服 到影像室的办公室坐的 没有开灯 开了台灯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想说 门口的到底是什么 我也 这次我也没有按 站前方的电铃 我也没有按站前方的电铃 没错 我就低着头 我没有看门口 我就觉得门口有一个人 那我就直接问 我说你是谁 你是谁 我就想一想 好 点名 我就点这个战车第二连的 这个弟兄的名 说陈某某 他就 就是那种 很闷 不是很洪亮 好像对着水刚答诱 我们正常的阿兵哥答诱 应该是 对不对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说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 他没有回答 我说我再问你一次 你 没有收价 你是遇到了困难了 还是遇到什么状况 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说话 这时候我就不忍了 我就再忍不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抬头一看 门口 那一秒钟的时间 就是小陈 这个士兵 全身湿淋淋的 站在我的 因那斯门口 隔着沙门 还在滴水 就那么一秒钟时间 就不见了 这个影子就不见了 就一秒钟而已 我马上把灯打开 推门出去 我说站警官 刚才门口没有人 这站警官说抱抱 我营党 怎么了 没有人啊 真的没有人 然后我正准备回营党室的时候 地上 积了一滩水 地上一滩水 我就说站警官 没有人 这滩水怎么来的 没有人怎么营党室 前面会有一滩水 我营党室是在 房子走廊里面 就算下雨 也不会滴水 况且 这一天 是晴空万里 没有下雨 不下一滴雨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站警官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睡觉 我也没有打开 所以我认真执行 确定营党室门口没有人 那这滩水怎么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看站警官 也不像骗人的样子 我站警官 马上打电话到站二连 问问看 这个站二连 他们去找的班长 状况如何 他打到站二连去 站二连说 我马上联络班长 马上联络班长 就打到这个 小陈弟兄的家里面 班长就在小陈他家里面 再等 看看小陈没有回来 然后他没有啊 他的母亲也说 中午就休假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我也不好跟他讲 我 我遇到这个状况 我说连长 你 你要不要 请 小陈的父母 先报警 他说什么报警 我说他家里大暴溪这么近 他会不会是到大暴溪附近去玩水 去玩水了 如果有 希望我的预感不是真的 去找找看 或许在附近 然后这个连长说好 马上这个班长就跟他妈妈讲 大暴溪离我们家很近啊 他从小就在那边长大的 所以说那个溪水 哪里有暴溪哪里危险 小陈比谁都清楚 说不可能在那里会发生危险 那但是因为班长这样要求 那这个小陈的母亲还是到警察局去报了案 说他的小孩当兵不见 然后这警察就跟他讲 当兵当兵要找宪兵队啊 那当然好吧 就就就报了 宪兵队也报了 那第二天长天一亮 警察跟宪兵就到附近去搜 附近搜索 附近搜索 那整个大暴溪很大 大暴溪很长嘛 在三峡 那如果有人溺水了 一定很容易找到 非常容易找到 因为大暴溪虽然很危险的水域 可是那个水域 不会充不见嘛 找了一天没有找到 没有所获 那当然我就跟吕布报告了 这个小兵没有回来 这小兵没有回来 那就发 因为一天了 已经24小时 就发零银通报 然后旅长说 没关系 按照程序走吧 按照程序走 因为我的 我说报旅长 说不定不是逃亡啊 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 去玩水或怎么样 我们早上就说 你怎么这么确定 那我总不能跟旅长说 报旅长 我我我 我突然间惊鸿一撇 看到我的营兰西门口 站了一个人 全身丝临临的 我也不能这样讲 我说报旅长 我因为他家住在大包西附近 我有不好的预感 那旅长说 好吧 没关系了 那我们就按照程序来报 旅长人对我还不错 一天没有找到 一整天没有找到 当天晚上 我就跟这个二连联阳说 我说 叫班长回来了 不用待在那边 回来了 这个如果 反正已经 已经报宪兵队了 离音通报也发了 希望不是我的 这个不好的预感 然后这个 连长说好 我说那另外 今天晚上 小城的床 小城睡了一张床 你们叫上部的弟兄要注意 他要注意什么 我说没有没有 就是提高警觉 最好的话 就是把那一张床空下来 叫弟兄睡了那张床 睡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军中的床 一张床是四个 是四个人可以睡 我说那张床就空下来 不要睡人 把人都调到旁边的空床 我去睡 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说不定 这个会有奇怪的事发生 这人想摸着头说 不好意思 为什么说别问 做就对了 那当天晚上就把 这个几个弟兄就 移到别的床 小陈那张床就空下来 就把他空下来 然后 已经调了人了 然后可是呢 有一个弟兄晚上占卫兵 晚上占卫兵 占卫兵 占完卫兵之后回来 人的习惯很奇怪 还是回到自己的床去睡 本来是 一定要把它调整到别的床 那因为占卫卫兵回来 很晚了 他又回到这个床睡 挂了文章又睡 然后睡到半夜 突然间占二连 发生了非常非常 可怕的尖叫声 一个阿兵一个男生 突然间哇 大叫一声 哇 这个声音 整个整个走廊都听到 我就敢开灯跑过去 我说哎干嘛 为什么大叫 看到一个士兵坐在床上 两眼发指 然后一直发抖 我们就问他 你干嘛 发生什么事 这个弟兄说 报告 小臣回来 小臣回来 我说小臣回来很好啊 我说回来了 那赶快我要打电话跟 吕布讲 人找到了 回来了 撤销里面通报 然后这位士兵就讲说 不不不不 不是人回来了 是是是是魂回来了 我说为什么是魂回来 他说我 赞我卫兵以来 赞我卫兵以后 我要回来睡觉 那他就睡在小臣的旁边 两个人是 同铺的 睡在小臣旁边 他刚刚躺下来的时候 他就往左边一转 就看到小臣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躺在他自己的床上 然后那个 全身湿湿的湿漉漉的 然后呢 他很清楚的看到 小臣的头扁了一块 扫了一块 他说听到 看到人家吓一跳 然后尖叫起来 然后我说他睡哪里 他说睡旁边 全寝室灯都开了 然后摸的那个军毯 没错是湿的 军毯湿漉漉的 湿湿的 还有一些水澡 有点水澡 然后搞得人心惶惶不敢睡啊 我就跟连长说 我说连长 这个床 今晚就把它拆掉 放回储藏室 把它收掉 拆回 拆掉 放到储藏室去 重新组一个床 其实我这个做法是为什么 为了要安心 要让寝室的阿兵哥安心 否则这谁敢睡觉 阿兵哥这个部队中士气 士气一垮 那兵都不能带了 把这个床拆了 连夜几个人拿着螺丝板手 把这个床拆了 送到储藏室 储藏室重新拿一个新的床出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哇就看这个第二年的弟兄都 双眼无神 一晚没睡好 正在早点名的时候 献民队就来消息了 就说找到 找到小城了 当然溺斃了 已经溺斃了 人在哪 就在大爆心 那我们就赶快过去协助处理 然后这个 这个大体就搬到 就搬到兵役馆去了 然后包含了检查 军事检察官啊 都来验尸 那我们担任主官的就会到 就要到来看 然后 我们一看的时候就发现 小城 这个小城 去大爆心 可能跟朋友去烤肉后玩水 可能打算中午烤一烤肉 晚上就收假了 天气热 下了水去游泳 然后这些他的朋友呢 大概一个人都喝了一点啤酒 就在这个岸上 在那边聊起天来 没有注意到小城去哪里 后来小城呢 在水里游泳的时候 就被水流带走 然后头 去撞到旁边的礁石 撞旁边的礁石 那一头就已经撞昏了 撞昏了 然后整个被卡在两个大石头中间 所以那个大体扶不起来 尸体扶不起来 就沉在水潭下面 就整整泡了两天 然后 当然 他还记得要收假 所以他还是回来了 他还是回来了 把他旁边那个阿兵哥吓得半死 吓坏了 真的吓得半死 然后 找到了以后 找到了以后 我们还 这个 把这个小城的这个衣服 还有他所有的床上的 这些东西收起来 然后送到 这个小城他们家里面去 让他把这些东西一起带走 一起带走 那 其实带走没有 没有带走 在储藏室里面那张床 连续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第七天的时候 到了这个第七天的时候 储藏室里面 还有人在往外敲门 在敲门 那我们就心心想 人没走啊 人没有走 因为他回来了 他的魂在 第二天就回来了 那回来后 我们把他拆了 放到储藏室去 他就被关在里面 出不来了 那每天晚上就在敲门 到了深夜的时候 就听到 在敲门 那这个单位 不能助人 吓死了 这个单位吓死 不能助人了 那我说 那就把他打开嘛 你就把门打开 让他出来啊 不就好了 他可能这个魂魄要回到 银间去报到 我马关在里面 也不行啊 那那个单位就讲说 报告报应当 那到了晚上谁敢开啊 晚上 每到了晚上 12点以后就开始敲门 谁敢开啊 那我就心心想 好吧 遇到怎么办 我就跟这个殷包长讲 我说 我们两个去开门 晚上12点 我说我们俩穿了军服 银长配枪 然后配着司徒船 我们俩去开门 我说不然这个事情 不处理也不行 然后我们就 12点钟 第二点就说 报报应当 我们就来这边等着吧 我说好 就等着 我们就来厨房室前面 把灯都关掉 弟兄就去睡觉 那其实我知道 全年的弟兄都没有睡了 都在看这场好戏子怎么办 到了晚上12点 没错 又开始敲门 快快敲门 然后我就我就说 来 链把门打开 链把门打开 这链看看我 犹豫了一下 那我心想 好了 不要下命令给人家 我自己开 我就过去一手 钥匙 把这个锁打开 把门推开 突然我就讲说 小陈 回到你该回的地方去 这个 你的除异令 我们已经核定了 该走就走吧 不要留恋在这里 你的任务解除了 话讲完 话刚讲完 我们在场的我 银火好长还有那个连长 就感觉我们中间有一道非常寒冷的风 这样吹过去 这样吹过去 然后 这个全身大都打了一个寒颤 全身肌皮疙瘩都起来 然后进去把储藏室门打开 这储藏室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 可是我们就看到地上一大滩积水 积了一大滩水 这个当时晚上我就说来 连长去拿拖把 我们把我们三个人自己把它拖干 不要不要再叫冰起来 我们自己把它拖 不要叫阿兵哥了 我们就把地拖干 拖干以后那把拖把 隔天早上一起把它烧掉 整个拖把都烧掉 就不留 然后那张床呢 那张小陈睡过的床 我们就在后面贴了一个 银部查封的命令 此床严重损坏 未经命令何许不得使用 就把一张紙贴在床板上 我就跟这个战略连长说 我说反正床板很多 这个床板不要用 换一张 我们再申请一张 所以第二天这个床板 我们就以潮湿变形为理由 然后向这个补给的士官长 就申请重新发一个新的 发一个新的这个床板 那这张床板呢 送回这个补给库之后 那张纸还贴着 那张纸还贴着 然后补给库的这个士官长 看到之后还问我们说 那张纸是你们营长 为什么要把这张床板给封存 我们看它还蛮好的 还可以使用 是不是把那张纸撕下来之后 重新整理后再分发给别的单位使用 然后这个我们战车二连的这个补给士就跟他讲说 报告士官长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他说为什么 他就把战二连有一个弟兄小陈溺壁 溺壁以后 然后碎这个床板 床板就发生了这么多邪门的事情 跟这个士官长讲完之后 这个士官长说 那这个床板赶快报销 我把脚上去再也不要使用 所以后来战二连这个床板送走以后 小陈也没有再回来了 小陈也没有再回来了 可是因为我们部队 对于所有弟兄 我们还是非常重情感的 在小陈攻击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去了 我们的单位也派人去攻击 去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好几个小陈以前 国中的同学 就是一起在西边 吸水喝啤酒这个同学 这里的同学 连眼睛都黑眼眶 都没有睡好 我们看到他 我们就问这个小陈的母亲 小陈母亲也哭得很难过 但通常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能哭 但是很难不哭 他的母亲哭得很难过 我们说那几位是 他那几位就是小陈 一起到西边玩水的朋友 我说怎么看起来都没有睡好 眼睛都黑黑的 他说我也没有心情问 那长官你要问 你就去问他们一下 我就过去看了他们朋友 三个小三个这个同学 大概都二十多岁 跟小陈一样的年纪 大概有一些比较大 我看样子也在当兵 也是理的平头 我就过去 他们就长官好 我一看应该也在当兵 我说你们几个在当兵吗 对我们几个跟小陈算是同学同梯 没有在当兵 我说你们眼睛怎么黑黑的 没有睡好吗 然后他看看我 长官我不敢讲 我不敢说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给小陈送最后一层 我说怎么了 他说每天晚上 我们晚上眼睛一闭下来 小陈就站在我们床头 全身滴着水 全滴着水 我说你们当时你们三个人不知道小陈摔到大爆戏 他说我们当时不知道 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战备留守 然后多休一天休到礼拜一晚上 所以到了我们下午想说喝点小啤酒 然后也不会醉嘛 在西边 大家从这边从小玩大了 喝点小啤酒大家聊聊天 然后到差不多四点钟我们就解散 然后就各自收价回去了 那么我们喝完酒大家聊聊天的时候发现 小陈不见 这小陈不见 我们还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义 是不是半路落跑 然后就丢下我们也不管我们半路落跑 然后我们就想说 找到半天没有人啊 然后我们就就回去了 然后我说那你没有发现小陈下水 没有没有这个脱鞋子 要去玩水是脱鞋子 他说没有啊 他小陈没有脱鞋子也没有脱衣服 所以我们想说他应该是走了 不是下水去玩水 我说那那那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不知道啊 他说这个水域我们玩了这么久 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怪事 后来其中有一个阿兵哥就讲 他说那天小陈他们在烤肉的时候 在这个喝啤酒的时候 就发现小陈一个人蹲在西边 眼睛看在水里面 眼睛看在水里面 看了一个倒影 他们还在想说这个人在干嘛 想心事还是心情不好 在耍孤独 一个人站在河边 后来再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他心想可能会不对 他没想到他落水 没想到他落水了 然后后来才 他们才在这个大包西附近的传说 才知道 就是你中午的时分 不要对着水面 看自己的倒影 因为你会看到不好的东西 那小陈到底是看到了不好的东西下去的 把我们旁边的弟兄吓了半死 那我就把那张床给拆了 门板贴封条 搅回补给户 再也不使用 小陈才 他还在我们储藏室里面 待了好几天 那我相信 他的人有三魂七魄 或许他有 有几个魂魄 跟着你们去了 要跟你们道别 或许不是要吓你们 那你们就 在公祭的时候 上香的时候 把心中的 对他的 抱歉也好 或是对他的 对不起也好 就当着 当着公祭 跟他说明白 讲清楚 上炷香 又不是你们害他的 没有害他 就不用亏心 哇 这几个小陈的弟兄 听我讲的话之后 连忙去排队去公祭 哇 烧的香 我看每个都很虔诚的 跟小陈告别 那我相信小陈 是不胜施主 应该不是被抓交替 但是呢 当然不甘愿 一个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子消失了 所以这后来 这个案例 也变成我在部队 只要弟兄要休假 也会扩大林医宣教 跟大家讲 千万 在休假期间 不能到 没有救生员的陌生水域去细水 尤其是北部的大包西 碧潭 千万不要去 因为我们的战车二连 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弟兄 在休假的时候 不慎落水 身亡 没有办法拿到退伍令 而是拿到这个死亡除役令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那至此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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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队 也没有再发生什么怪事 到我当完营长 离开以后 这个连队的休假 收假都平平安安 更没有人 会没有事 跑到储藏室 更没有人 会没有事 去找那张 被封存的床板 那至于那个 被贴封条 封存的床板 到底到什么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来不得而知 到现在 也没人去问 反正 后来一直到多年后 回到单位来接任庄稼旅旅长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怪事 所以说 当时的处理 也是 我就是直觉的想法 床板 你要 给你 你要 封存 所以在部队中 就是如此 在部队中 如果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不用去责怪部署 说你又在装神弄鬼 或者是你又在 这个危言耸听 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我们当主观的 通常就是 我们去面对 我们去破邪 我们去处理 身先是主 第一个来协助处理 这样才可以让部队安心 所以说 人多的地方不闹鬼 但是呢 如果成为鬼魂的人 是曾经你的弟兄呢 那他就不是闹鬼 他只是要回来 交付完成回报 他的状况 那么这个安全回报 也太惊悚了 他是已经往生了 溺水了 还亲自回来回报 跟我回报 跟连长回报 跟他寝室的弟兄回报 这是今天晚上 我要说的 逆愿 当然这个弟兄 最后也是平安好走 所以说在 马上7月份要来临了 危险水域 千万不要去 尤其是几个 最危险的大爆锡 碧坛千万不要去 好 这是今天的故事 故事讲完咯 大家觉得好听吗 好 逆愿 听这个故事讲起来 有点哀伤 因为是自己处理过的事情 一个弟兄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了 有点哀伤 不过呢 还是成为最后 我们林音宣教的案例 也希望这个哀伤 不要重复的复制 那当然 有关于大爆锡 有关于这些地方 有抓交替的这些鬼故事 我也有所闻 因为后来弟兄 也有回报一些抓交替 小陈 最后其实 他在大爆锡附近 还有在抓交替 那这个事情 我经过了整理之后 我会再跟大家来说明 好 再来说明 所以说 淹死的是很冤的 好了 这是今天的故事 好听吗 好听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哦